我以前住在这里 就是很窄的地方 床也在这 什么东西 吃 睡都在这里 厨房在这 厕所都是在这 一起的连在一起 上厕所呢 它还有 沟一级的 出入都不方便 从逼着狭小的天台一角 到宽敞舒适的温馨小屋 从阴暗潮湿的破旧厕所 到明亮通风的洗浴间 三个月前 香港市民谭秋桓 就居住在这间位于深水部的汤房里 75岁的他 每天都需要爬11层楼 来到楼宇天台一角 这间不足5平米的小房间里 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起居 屋顶还漏水 真的太麻烦 大水的时候 我一天要倒 几盆水 好多水 吃饭的时候 就是对着那个码头 太小了 站在那里做饭 潮湿的地道 凌乱的天线 谭秋桓说 每逢刮风下雨 这里都会积满水洼 稍不留神 便会踩中青苔滑岛 今年3月 在深水部区 区议员刘佩玉的帮助下 谭秋桓成功申请到 过渡性房屋的入住资格 并顺利搬入新屋 新的房子 就是真的很满意 那个厨房跟厕所差得太远了 这里做饭也挺好的 上厕所也不是不用高低了 谭秋桓县所居住的过渡性房屋 是由香港民间团体主导 在特区政府支持下 由不同基金、私人公司、社会福利机构 及社会企业合力推动的建设项目 其主要为长期沦厚公屋达三年级以上 居住环境恶劣的基层市民提供可负担的房屋 而非永久性建筑 截至2023年4月25号 全港累计有720个房屋单位已投入使用 14068个房屋单位完成拨款 预计将于2024年底 全港共有21000多个过渡性房屋单位投入使用 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 解决住屋的乘客库吉 也是香港第六届特区政府上任之后的重要施政目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任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指出 政府将善用短期内并为落实长远发展计划的政府及私人土地 采用标准简约设计和组装合成建筑法快速兴建简约公屋 以尽快填补短期供应房屋供应不足的缺口 改善香港基层市民的居住环境 推出的全新简约公屋 政府会利用短期内未有发展的政府或私人土地 以标准简约的设计和组装合成的快速建成简约居屋 在五年之内兴建约三万个单位 增加约四分之一的公营房屋供应 轮后传统公屋三年或者以上的人士 可以申请入住简约公屋提早上楼 以家庭为优先 入住的人士可以保留 轮后传统公屋的位置 之后迁入传统公屋 简约公屋会配备传统公屋的基本设施 租金较同区的传统公屋是低 随着多种房屋建设项目相继投入使用 新一届特区政府为香港的住屋问题 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香港基层市民轮后公屋时间正逐年缩短 这也让基层民众看到了希望 我昨天也是带了一批的汤房的家庭 他们在轮后公屋的 然后去看了参观了政府在齐德区的 一个检约公屋的那个示范区 他们也很开心 他们有个愿景 知道原来政府在一方面是过渡性房屋 另一方面原来未来的那个检约公屋 原来那个环境四到五个人的单位的空间 有四五百尺 就是大家都是很安心 因为而且租金也相对就是市级的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都很很希望快点了 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解决住屋问题并非一日之工 不可能一蹴而就 近一年来 香港特区政府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 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 在积极加快择地建屋 保障土地房屋稳定供应的同时 为基层民众提供切实支援 进一步缓解市民购房住房的压力 努力让百姓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 人后公屋超过三年的住户的话 政府现在也会每个月有生活补贴的 这个起码可以减少他们 还有其他的一些福利 例如有小孩的 就会有一些学生津贴 还有一些书补津贴 社会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有心的机构 所以也会给予很多其他的那个帮助 包括像中电的电费的支柱 成功升级呢就会有一千块钱的那个电费津贴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都对他们是很重要的 因为继续中国整理方的人 你们不尽级呢就会运走